大台北是一個生活圈 不僅是我們跟台北市雙北 包括我們跟桃園也部分民進會有接觸 等等基隆或是宜蘭都有 所以共同生活圈在防疫上一定會有一些共同的聯繫跟溝通 那我們跟台北市在這一次針對Delta病毒所感染的疫情來說 我們也跟台北市保持暢通的方式來聯繫 我親自就跟黃珊珊副市長也都保持聯絡 就這次以這次我們的所謂的相關的標準 像餐廳內用凳其實都做過比較詳細的討論 所以在這邊我們共同一個默契 就是共同生活圈的防疫方向會一致 可是會尊重各個地方的差異 台北市跟新北市不僅是人口數不一樣 這個服務員的遼闊性跟分布性的差異也非常的大 所以當我們討論過後 彼此再回到自己縣市的特性來做決議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都一直持續在溝通中 針對防疫有兩件事一定是相輔相成 第一個就是疫情的防治 第二個叫做疫苗的施打 我想疫情的防治是當有疫情爆發 不管在哪一個縣市哪一個地區 我們都持續要去進行 可是疫苗施打是一個全國性有系統的作為 所以現在的疫苗施打 不管是哪一種類型的疫苗 分布在哪一個年齡層該怎樣的遊戲規則 我想都要持續的往下施打 因為提高覆蓋率絕對是防疫非常重要的一環 至於施打的這個順序跟類型 我們不斷的提醒之前就一段的呼籲 一定要越快越好 然後越廣越好 讓疫苗進來越多越好 我想這個部分一定會持續去做 倒是在疫情的防治的部分 在這邊也在趁這個機會 跟我們的所有國人做個報告 我想所有的疫情一爆發 不管是地方縣市政府也好 或是中央縣市政府 市長都不斷的強調 中央地方一定是共同的合作 合作完了以後 地方最重要的是 它了解第一線的實際情況 所以根據我們了解的實際情況 加上專業跟科學 務實的來處理 那其中疫調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這段時間我們會接到非常多的建議 甚至有時候用的是質疑的口吻 那昨天也特別提到市長都不斷的強調 也提醒我們第一線的同仁 不要被這些建立 甚至一些口吻上的這個語氣上 影響到我們工作的士氣 我們不管他的口氣如何 甚至他用核種管道 我們都一定要虛心接受 因為這些我們要把它當成善意的提醒 才有辦法在防疫 這麼多雜物在施作的過程中 這些建議進來才不會干擾到我們的所有防疫的作為 我以例子來說 一樣的食人確診 它分佈在10個不同的地點確診 或是在同一個區域確診 我們的處理方式不同 這就是在地第一線所做的觀察 所以其中疫調非常重要 我們在疫調過後都會經過專業的討論 包括我們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區管 裡面的防疫醫師都會進入討論 以最近 A B兩棟大樓 剛剛也提問到 到底為什麼 B棟要全部清空 A棟不會 一樣的 我們會用疫調的結果 來經過專案的討論 我們會做出 專業跟科學的決定 那在防疫的做成過程中 我們也會感受到家長的心理 或是一些恐慌的心情 以舉例來看 今天我們多了13校 3170位的血統 很多人都會誤會說是不是疫情變嚴重了 其實不是 這就是你在第一線了解問題 我們才有辦法務實地面對 因為在我們清空的這300 300多位的居民裡面 有很多的小朋友就是我們的幼兒園的同學 國小國中高中子 既然在我們新北市就讀 所以我們在行政的作為上跟學校討論 我們針對 這些被 清空的過程中居家隔離的血統的班級 我們做一天 或是兩天的預防性停課 只要PCR出來是陰性 我們馬上解除隔離 像今天的13校 多出來的是3170名同學 明天他就全部恢復上任 只停課一天 我想 這些的說明只是要告訴我們的市民朋友 我們 在防疫的作為上 一定非常神聖 我們一定非常的專業 也一定會用科學的精神 可是我們也接受各方的一些提醒 跟指教 我們的目標都是要把防疫做好 中央地方一定一起合作 共同來對抗這次的Delta病毒 我們可以幫助其他人關在明星期間 我們來 epsilon 這次的